接下来带您关心淡水北海岸的重点新闻 今天在淡水洪树林有限电视 举办新北市第三届市议员选举第一选区证件发表会 而候选人们纷纷端出政策牛肉 其中针对首要淡水北海岸长期为交通所苦提出证件 而新市政的文教、娱乐以及医疗也成为焦点 新北市议员选举第一选区证件发表会 今天在红树林有限电视举行 并于红树林有限电视YouTube进行直播 时间一到所有候选人进行发表顺序抽签 在监察人员的监督之下发表会正式开始 今天共有六位候选人到场发表选举证件 面对淡水北海岸交通难行的问题 多位候选人也将首要证件焦点放在争取交通建设 淡水的交通问题要解决 因为淡水塞车塞得太厉害 但是我们站大厂也快要 现在已经发包 能够继续处处给它完成 可以促成我们所有备行的时间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在这里 够把你一文经济加 不需要为甘大丘那儿去 抬车抬车抬车 所以监察人员就够20分钟到家庭 坐高铁20分钟到家 如果要去拖车 要去澳洲 持有办事也20分钟到家 所以这个重点 一定要把交通来撞好 在于我们的淡江大桥 这么坎坷的路路上 我坚持到底 我不怕人家批评说 选举又在作秀了 因为有作就是有作 没有作没有关心就没有关心 所以这是我一直以来 所关心的一个交通建设 包括轻轨 包括我们的那个北侧道路 这是我一定要把它打通的坚持 因为淡水这么美 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交通在这样混乱之下 我们的淡水没有办法亮起来 交通的迈迹 然后教育的乐学 然后还有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 然后还有艺术 还有我们的环境 那宇人其实希望在交通的步伐 乡亲朋友要相信我们的执政 相信淡江大桥一定会干 最后的20亿也在行政院核定当中 那我们会希望淡江大桥 是这个连外道路之一 未来我们淡水一定会越来越好 曾经可能很多人认为 我们淡水是鬼城 淡海新市镇是空污率最高 但是其实在这阵子的拜访当中 很多的防震业者都给宇人加油 告诉宇人 其实我们淡水的人口越来越多 那数字也可以显示 所以宇人对于我们 所有北海岸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仅次于交通建设 是新市镇的教育与建设问题 越来越多的人口迁入淡海新市镇 凸显文教设施 娱乐空间及医疗的不足 因此也有候选人 听到新市镇居民小孩 受教权应该受到证事 还有医疗资源缺乏 也让淡水北海岸地区的民众 就医不变 甚至因为距离造成遗憾 因为新市镇的规划 未来是要容纳 30万人口的一个新市镇 那当然首要的重点 还是必须要解决交通的问题 那交通问题解决之后呢 还有相关的配套措施 例如教育 我刚提到未来淡海国小的一个设置 那淡海国小里面的一个配置 该怎么样表现它的一个特色 未来也是我们必须要努力去了解的 那也因为因应新市镇的发展 公园绿地的需求也是很重要 传统市场的一个需求也很重要 所以这些呢 都是我们必须在新市镇规划当中 加以来去规划跟推展的 因为我在过去在三芝石门地区服务的时候 很多的乡亲 那因为疾病的问题 然后但是因为塞车的问题 然后交通问题实施无法解决 那往往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而造成终身的遗憾 那所以很多的乡亲 都跟我反映说 希望说可以在淡水 就近一点有这个大型的医院 还有候选人以政界新人资资 以多年财经专业背景为政界主轴 希望能够为淡水巴黎及北海岸地区来拼经济 个人我的财经专业背景 我多年都是在企业界工作跟服务 所以我有这方面的经验非常的那个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把经济拼起来 那还有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所以我对教育是非常关心的 对那另外我自己嫁妆的长辈 我对这一块也是非常注意 就像我那时候我证监发表里面 我有讲到我们现在家庭结构不一样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大家庭 大家比较有经济的那种资源可以分摊 现在比较没有 然后还有人力资源也不好弄 那我们就是要运用很多社会的资源 才能让我们一些状况才能有所改变 选举倒数十天 候选人证监发表会上纷纷端出政策牛肉 供选民来挑选 包括时间争取支持 而新北市第三届市议员选举 第一选区证件发表 将于本周六十七号上午十点至十二点 于第三频道公用频道来播出 民众将可以透过电视转播 观看完整证件发表内容 记者廖平函淡水采访报道